他们都说你是吧 你的问题反正摆着呢 我就不说了 我们推心致富地说两句好吧 我觉得就今天坦诚一些 我觉得让她离开你这事 特别不现实 我说的是实话 而且你看得确实也挺准 三五年之内这姑娘 就主动离开你是不太可能的 就是因为在她的 她叫爱嘛 其实还有一部分是战友嘛 是得到嘛 是我跟所有优秀的人竞争嘛 我赢了嘛 你还有赢的心理对吧 不仅仅是爱嘛 所以我劝你一句吧 主动给你们俩一个解脱 其实你也挺痛苦的 你也能感觉到嘛 挺无奈的嘛 就是在所有我的朋友的 舆论环境里面 有那么喜欢我的一个女人 无怨无悔地为我付出 你看我不能付她 是不是这概念 然后所有人都知道 我有这么一个老婆 我可以对她肆意妄为 我要那个老 我要被骂上了一个没良心的人 其实人有的时候 在生活当中要顾及自己的感受 不能肆意妄为 但是在爱情当中 自己的感受是最重要的 你摸着良心地说你爱她吗 你摸着你的良心说 你想跟这样一个女人过一辈子吗 我会 会啊 行 你摸着良心说你会一辈子好好爱她吗 一辈子 确定啊 确定 好 你希望她怎么爱你 说条件 余老师给的方案吧 来 说 说 以后 得维护我 怎么维护 咱们把条件说细 姑娘 难得 有人对我不满的时候 先说我的时候 你的手先站出来 替我辩解 然后以后家里的事情 一起承担 每天回家 做得到吗 因为这就是她爱的标准 接受吗 每天回家你接受吗 我接受 维护她你接受吗 肯定接受 跟她一起干家务你接受吗 接受 好 你信了吗 你刚才流泪是为什么二流 有一点感动吧 感动啥呀 第一次见她教养 离开是一种能力 不管对男生来说 还是对女生来说 学会面对真实的自己 其他的没什么了 你们要想好 我觉得可以啊 接着好 你信可以继续吗 男生我也愿意相信 你今天说的一切是真的 好不好 接下来一起进入 抖音 真情六十秒 这听话就是小银子 这听话是并说的 大音乐 小银子 我听话是独立的 都不疑 你们又损了 那一切是独立的 好 好 我 应该就好了 你 以前 对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的记忆箱里面 然后第一页还有一首我为他写的诗 念念吧 相爱成诗 五年光阴遂已逝 回眸已已成诗 匆匆那年里有绝别 亦有感气 陈阳映照西湖 弯月 普照故里 彼此不在 我是我 你是你 八百支书信 何以挥避 一提及 次序落满地 天梯脚下吻过里 曾记否 斜阳掠过这对情侣 有欢声 有笑语 未曾有过真分离 有泪水 有亚意 一切只带 成追忆 我感慨一句啊 我觉得他好像这首诗 从来就没看过 今天是第一回 事实你自己判断 来 你那放的是什么呀 我们两个的照片 然后合成了一个 未来的小孩 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来 我看看你们的孩子 好多话呢 我们就点到为止吧 请回吧 谢谢 来 请关门 我们是不是爱一个人 爱得过分用力 我们是不是对别人 给予我们的爱 有的时候会漠视 我们是不是在意了 身边人的感受 大家都需要去反思